老师院长关中女儿关云蒂 昨天傍晚举行了攻击还有家计了 马总统和党政要员也前来到场致议 关中是不停来痛哭 脚步也不稳 他几度需要人搀扶 他也亲自念出亲手帮女儿写的哀悼文 其中还提到他最无法释怀的 就是关云蒂对感情太过投入 就仿佛像是魔鬼附身一般 把这个豪情壮志的奇女子 折磨得粉身碎骨 他也间接透露出来 对女性临折乐的不谅解 你爸爸对你的了解 除了感情的严肃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到你 天啊 什么魔鬼附了你的身 把一个豪情壮志的奇女子 春山到几乎分身碎骨的绝境 悼念女儿关云蒂 关中泪绝蒂 天啊 上天对你何心不共 对我何心残忍 在从事电影舞中的过程中 女儿可以说是经历了迁徙顽固 但疼乐之不疲 从不放弃 爸爸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 你却一次就让我绝望头顶 让我痛苦欲舍 让我终止痛苦 你这一跳 把爸爸从天堂摔入地狱 一字一句万般不舍 关中心碎的呼喊 女儿你在哪里 我在梦中一息 听到我最熟悉的一声 爸爸呀 这是你人家教我独特的方式 我立刻惊醒撒盐 心虚狂 终于得到了爱你的回应 但不选中 我又调回内海 无尽无偏 不知无休 虽然怎么也换不回宝贝女儿 但关中勤着泪下定决心 要照顾外孙女长大成人 我将抚养给女儿长大 对我来说 小孙女是你的再生 是复制的云地 这场追思会 几乎所有关中的好友长官 都到了马总统还深深 给了一个拥抱 希望老朋友能节哀 胡志强夫人邵小林 更是紧紧的抱着张慧君 追思爱女云地 好姐妹的安慰 也止不住张慧君的泪 倒进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哀气 关云地的丈夫林哲乐 没有到现场 写了罪义文章给老婆说 好爱好爱你 关云地人走了 却留给生者 无限伤痛 中文字幕台北 综合报道